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慧宜 今天的老许真传 我特别为您献出一道 翡翠兰花虾 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的珍贵 特别是呢 下面垫的是一个蒸蛋 柔软细滑呢 比布丁还好吃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 翡翠兰花虾用的是 大明虾十只 青花菜一颗 北海道的干贝四颗 鸡蛋四个 高汤两杯 腌虾料是 葱一汁姜两片盐 半茶匙 太白粉少许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蒸蛋 其实蒸蛋呢 它是有学问的 蒸蛋的话呢 通常它的蛋 跟它的高汤的比率呢 是1比3 所以我们当你要放蛋的时候 你其实是要看 你这个蛋有多少 然后再用蛋的比率去做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呢 把它打了 好 请看这个蛋打散的话呢 它如果刚好是 你看 差不多是一个碗的 这种小碗的九分满 那我们就高汤的话呢 就按照它的这个九分满的这个量呢 来放 好 九分满的来放 三倍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的调味料 放上一点点的这个海盐 蒸蛋的话呢 除了它的比率很重要以外呢 它的容器也很重要啊 像这样子的一个海碗的话 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稍微过滤一下 万一它有一些蛋渣啦 或者是说有些蛋白不太化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掉啊 好 把它这个过滤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蒸 你只要上许事的官网 你会发现我们有这个北海道的干贝啊 这北海道的干贝呢 是特别特别的香醇 特别的好吃 你只要把它泡差不多两个小时之上啊 然后呢把它泡软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蒸笼里去蒸啊 然后把它蒸烂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丝成细丝啊 然后呢 你就把它放在我们这个蛋里头 请你注意哦 因为啊 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干贝丝的话呢 它因为是北海道的 如果你去注意看啊 它的那个 它的表面圆面积呢很大 然后呢 它的丝很长 那这个就是像我们今天用的这种是比较珍贵的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稍微小一点的 但是都没有关系 都不会损它的这个味道 因为北海道的这个干贝呢 真的是太香了 像我们在家里头呢 是一定要准备这种小干货啊 所以如果你要包一个这个汤 不论是鸡汤 补汤 排骨汤 只要放上两块干贝 立刻大不相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干贝呢 稍微抓成了这个细丝啊 就跟这个蛋一起蒸 蛋里面呢不要乱七八糟的放啊 很多人喜欢放一大堆的什么海鲜 然后一起去炖 结果呢炖出来的蛋都不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海鲜太腥了 然后把这蛋呢放进来 好请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个要这个蒸蛋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上面呢最好是放上一个盖子 这样蒸汽不会一直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蒸出来的这个蛋 它就不会这个起风头 这个大火呢蒸十分钟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所有的其他的料 往上面放 那现在在这里呢 我们已经煮滚了水啊 我就要把这个 青花菜稍微烫一下 好这个呢是我们等一下 要放在蛋上面的 这个就是里面的翡翠啊 然后配上我们的虾 虾的话呢相当于像珊瑚一样 但今天的虾不一样 今天的虾呢是这个做成像兰花一样的 非常的这个高贵哈 好我们就把它稍微烫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菜呢 烫一烫啊 放一点盐调味之后呢 一定养成一个习惯啊 任何这个烫好的青菜呢 我们就把它过冷和啊 这个很重要 如果把它过冷和了之后呢 这个青菜啊才会翠绿 如果说你没有经过过冷和 这一个手续的话呢 待会这个菜呢会发黄的啊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准备 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兰花虾 首先呢我们就在这个虾背呢 先开一刀 这个很重要 你开这个一刀的话呢 首先把这个虾背打开 其次呢你要把里面的这个沙肠 这个很脏的沙肠啊 把它拿掉 很多人呢就没有这个好习惯啊 它不做这个动作结果呢 这个虾吃的时候一咬一口沙 就很各样 好朋友到你家来吃饭 看来做的这么漂亮 这么名贵的食材 又有这么好的北海道干贝 结果呢你就没有把这个虾长 把它拉出来 你看哦 现在这个比较接近头三分之一的地方呢 开一个小口啊 差不多是一公分到一公分半 然后呢请看哦 从背面 从这个虾的这个背面 这个洞筛出来 好打出来以后 你看像不像一个兰花 兰花的这个叶子 然后上面呢 这样顶起来 有没有 看起来像一个兰花的样子 好我们再做一遍 好在这里呢 背面呢先下刀 拉到底哈 好拉到底的时候呢 哎这一只很干净 没有那个长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接近上面的三分之一的地方哈 开一个小刀 好这个小刀呢 差不多是一公分左右啊 不能够超过一公分半 好然后呢捞出来以后 你看哦 这个 尾巴呢把它打开 就很漂亮 就像 它就像是一朵兰花一样 好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再来腌 那腌的时候呢 通常啊 我们就是用一点点的这个 盐巴 一点点太白粉 好然后呢 再放上一点点的酒 好然后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虾呢 稍微放一点 让它有个味道 好 这个食材全部准备好了之后呢 一个是翡翠 一个是珊瑚 翡翠呢就是青花菜 珊瑚呢就是兰花虾 我们等这个蛋呢 蒸到半熟的时候 就把它放上去 然后再继续蒸熟 好现在我们这个蛋呢 蒸了差不多十分钟哈 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打开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这个蛋的话呢 现在已经 我故意让摇晃你看一下 有没有 已经差不多凝固了哈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呃 兰花虾把它放上来 好你家里大请客的话 你就看哈 盘子大的话呢 多放几颗 盘子小的话呢 就少放几颗 或者每一个客人呢 放一颗啊 都可以 好然后呢 我们就再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翡翠呢 放在旁边 这个最后的话呢 可以放一个在正中间啊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盖上呢 再继续的蒸一下 好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打一个芡啊 因为这个干贝呢没有用完 而且干贝呢非常的名贵啊 我们就在这个锅子里头呢 稍微放上少量的油 然后呢就把刚才的葱呢 呃跟姜稍微爆香啊 好那我们这个蒸好的泡软了 蒸好的这个干贝呢 呃刚才有一部分打在蛋里头 剩下的一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放在这边呢 在这个热油里头哈 稍微把它这个炒一下 煸一煸香 好然后呢再来淋酒 干贝高汤放下来 好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葱姜哈 先捞出来 最后呢我们再用这个 太白粉水来勾芡啊 因为这个芡汁呢 浓浓香香的 又有干贝的香味啊 那把它放在这个鸡蛋上面呢 吃起来这个蛋呢 就特别的香滑 好这个呢 芡汁就好了 好这个呢 再蒸个差不多十分钟啊 也就熟了 这个虾呢跟蛋都熟了 当然呢很多人是喜欢虾更嫩一点 它可能蒸个差不多六分钟就关火 然后慢慢再焖个十分钟啊 那这个看你的时间而定 好现在呢这个就已经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这个呢是非常的香滑柔软 非常的漂亮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看见没有你怎么抖 它都不破 就表示这个蛋呢非常的熟 非常的漂亮啊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芡汁呢淋上去 哇这么丰富的这个干贝 好再把这个干贝芡呢淋在这个中间 当然大家都很喜欢吃干贝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干贝呢放在旁边 大家喜欢点还可以往里头加 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这个蒸软了的枸杞就可以放在中间 那这个真的是很名贵的一道菜了 看起来又有翡翠又有珊瑚 哇又有这个琥珀什么东西都在里头了 非常的名贵而且非常的看起来呢就是很漂亮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只要上许氏官网所有 你喜欢吃的白孩道干贝啦所有各种各样的食材 还有就是许氏的花旗生呢都可以买得到 希望你喜欢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